這個新PLUS的多少啊 這個才一千塊也太便宜了吧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韓國的三大超市之一 Home Plus 那我今天呢會給大家介紹 Home Plus裡面什麼是必買的 Home Plus裡面才買得到的CP值超高的商品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吧 我們來看看 這樣是新PLUS 那新PLUS有沒有覺得跟某一個牌子很像呢 對 它這個的話就是Home Plus裡面出的牌子 那他們家出的牌子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的餅乾都是CP值很高 然後物美價廉 像是這個還有就是另外一個像別的牌子 那這個的話整整多了50克 但是他們價格都一樣是一千塊 所以非常非常推薦買就是新PLUS的東西 那新PLUS還有一個比較人氣商品的 就是這個 這個是羊肉片 其實有沒有一點像那個Noblends裡面的羊肉片一樣 但它這個價格比較便宜喔 它這個也是只有一千塊而已 然後它一樣是有像是地瓜口味的 然後還有這個是辣味的 這個Noblends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原味的 它就有三個口味可以挑選 下次來Home Plus的時候 不要忘記它有一個新PLUS的牌子 這個牌子一定要買喔 因為CP值很高 然後這個的話也是新PLUS的商品喔 超級大的蝦味線 然後它有大份量版的 還有這個這個是一般size版的 這個的話也可以買 因為價格超便宜的 這個只要790塊 790塊台幣大概二十幾塊吧 然後這個的話是3290 然後也不貴 就是很便宜 而且份量真的超多的耶 很大包一包 那這個的話也是新PLUS的喔 它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玉米濃湯口味的 然後一個是焦糖口味的 那這兩個的話也都是只有1000塊耶 大概台幣28塊左右 所以這個的話非常便宜 那這個的話也是新PLUS的商品喔 然後這個的話也只要1000塊 這個是蝦餅 那它的話也是比其他的牌子 還要再更便宜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這個的話有點像是台灣的 KARIKARI KARIKARI那種感覺 那這個的話也是只要1000塊 那它們還有一個很像的牌子 是這個牌子的 這個的話是1200 所以比較起來的話 SIMPLUS的會再更便宜喔 花生味然後有點蜂蜜味 就是比較脆一點的零食 那這個的話也是1000塊 那還有類似的商品是這個 這個的話也是一樣 這個是蜂蜜口味的 它也是1000塊 但它們的克數有差喔 這個是160克 所以還是這個的話會比較划算 這個160克只要台幣 28塊而已 所以這個的話也可以買 那SIMPLUS的話 還有這兩個也是1000塊喔 然後這個的話我吃過 它是有點像是 就是有點濕濕的 然後巧克力的話 算是味道特別濃郁 這個我非常喜歡 那這個的話就是比較單純的味道 玉米餅乾的味道 比較單純的 它也是1000塊 那大家來的話也可以買這個喔 然後這個的話也是SIMPLUS的人氣商品喔 然後這個的話也是SIMPLUS的人氣商品喔 其實跟我們之前去那個Nobelands一樣 就是它也有這個出這個巧克力 那這個的話是比利時做的 那上次那個是法國做的 但是它有一點不一樣 是這個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的話比上次那個Nobelands的 巧克力還要再大 能大個三分之一左右吧 大蠻多的 然後它這個的話還有多一點口味 因為上次的Nobelands 它是只有黑巧克力還有牛奶的 但是它這個的話 它有多一個這個杏仁的口味 還有三個口味 那大家也可以來買這個 它這個算是SIMPLUS裡面 人氣比較高的商品 那大家可以買這個試試看喔 那在和景站的HOMEPLUS 只要買韓幣三萬塊的話 就可以退稅喔 那這邊有一個就是Tax Free的機器 然後大家可能要記得帶護照 然後還有就是三萬塊的發票 然後來這邊可以自己退稅 那這邊的話也有人工的退稅喔 所以大家也是要記得帶護照跟發票 來這邊的話可以人工退稅 那今天HOMEPLUS介紹就到這邊囉 那希望大家來HOMEPLUS也可以來撿便宜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要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字幕提供 我們會有兩位的影片 影片再見